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睡觉时枕边有这样东西会让你短命十年,看完吓了一大跳,一天有24个小时,睡眠就占了至少三分之一,可想而知睡眠对我们的重要性,但现代各种新事物的出现让我们的睡眠习惯变得特别差。 要知道,睡眠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休息方法,更是科学养生的重要内容,如果睡不好,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让人短命十年。 六个小细节影响健康 一,带表睡觉 有的人喜欢戴着手表睡觉,这不仅会缩短手表的使用寿命,更不利于健康,因为手表特别是夜光表,有雷辐射,量虽极微,但专家认为, 长时间的积累可导致不良后果。 二,带假牙睡觉 有些带假牙的人在入睡时,仍不将假牙摘下,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在睡觉的过程中,假牙极有可能被你自己吞下去,这是会危及生命的。 因此,带假牙的人临睡前最好取下假牙,清洗干净,既有利于口腔卫生,又可安全入眠。 三,带照睡觉 美国夏威夷文明病研究所通过研究5000多位女性发现,每天带胸罩超过12个小时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可能性比短时间带或根本不带的人高出20倍以上。 女性带胸罩是为了展示美或保护乳房,而晚上睡觉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四,带机睡觉 人们临睡时,在床上接电话或者玩手机,玩困了,可能顺便就把手机放在自己的枕头旁边一起入睡,这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五,带妆睡觉 有些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她们往往在睡觉前懒得卸妆,须知,带着残妆艳容睡觉会堵塞你的肌肤毛孔,造成汗液分泌障碍,妨碍细胞呼吸,长时间下去还会诱发粉刺,损伤容颜。 所以,睡前卸妆洗脸很有必要,可以及时清除残妆对颜面的刺激,让肌肤得到充分呼吸,不仅可保持皮肤的润泽,还有助于早入梦乡。 六,带湿头发睡觉 西衣,湿头发睡觉亦引起头晕恶心 有晚上睡前洗头习惯的人,倘若没有认真的擦干头发,使大量的水分滞留于头皮表面,尤其是冬天夜间气温较低时,直接就上床睡觉,最容易患病。 睡到半夜会感到头皮局部有麻木感,伴有绵绵隐痛。 四日清晨更会出现莫名的头痛或头晕现象,严重者还会出现恶心,长此以往还会引发一种称为头皮下静脉从严的疾病。 中医,头发不干睡觉亦感冒,一天当中人的阳气在午夜最弱,人们经过一天的消耗,很容易感到疲惫。 这表明人体胃气活性下降,即抵御风寒的能力降低,所以如果睡前用热水洗头后不及时擦干,已扩张的头部毛细血管会受到外界的刺激,头部的阳气预冷而凝,就会使机体受冻。 从而,反射性的是上呼吸道毛细血管收缩,局部的血流量减少,上呼吸道抵抗力降低。 这样就使局部早已存在的病毒或细菌趁续而入,生长繁殖,造成上呼吸道感染,出现感冒症状如流涕、鼻塞、头痛甚至发烧等。 所以在头发胃干的情况下睡觉,很容易感冒。 睡眠对于人类的意义自不必说,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进入睡眠状态中的大脑和身体都可以得到休息,调整和恢复。 这是人进行日常行为与活动的基础,科学地提高睡眠质量,也就成为人类正常工作、生活与学习的得力保障。 7个睡前好习惯,睡前一杯加密牛奶。 古时民间有聚养生格言,朝朝盐汤,暮暮蜜,意思就是早喝淡盐水,晚饮蜜糖水。 虽然喝淡盐水这一说法目前还没得到验证,但国外医学专家的研究表示,牛奶中含有促进睡眠的色胺酸,而蜂蜜则有助于整夜保持血糖平衡眠。 睡前一小时喝杯加密的牛奶确实有利于安眠,也能避免过早醒来。 热水泡脚 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部分,不易获得养分和血液。 晚上9点左右,以温热水,温度以40摄氏度左右为一泡脚,有利于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加速形成代谢。 若能在泡脚的同时对脚心与脚趾进行按摩,则可起到促进气血运行,输筋活络的作用。 热水泡脚对老年人来说更具趋病健身之功效。 散步15分钟 睡前平心静气,散15分钟步,可促使血液往下流,并循环至体表。 这不仅能够加速睡眠,还能令入睡后的皮肤得到更好的保养。 五指梳头 头部穴位极多,通过梳理有按摩刺激的作用。 睡前以双手手指梳头,直至头皮发热,能够疏通头部血流,提高大脑思维和记忆能力,促进发根营养,减少脱发,消除大脑疲劳,加快,进入梦乡。 温水洗脸 生活中辐射与污染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都市中,这些有害物质会在人的肌肤表面停留,造成一定的损害。 如果在睡前洗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清除掉这些有害物质,令皮肤保持清洁,令睡眠更舒适自在。 保持室内通风透气 卧室内的空气流动对于好的睡眠来说也非常重要的。 秋冬时节,风大或天冷时,可先开窗一会儿,睡前再关好。 让室温维持在18-20摄氏度,注意不要蒙头睡觉。 拥有好心情 一份好的心情能够让人更快进入梦乡,进而提高睡眠质量,保持好心情的方法因人而异。 如睡前听听喜欢的歌曲,想些开心的事,做做令人放松的运动等等,方法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 9个睡前习惯最伤人 1.睡觉前生气 睡前生气发怒会使人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思绪万千,一致难以入睡。 即使睡着也是噩梦不断,所以还是少生气吧。 2.被子蒙头睡觉 以被蒙面亦引起呼吸困难,同时吸入自己呼出的二氧化碳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 婴幼儿更不宜如此,否则有窒息的危险。 幼婴被子中一晚上身体的新陈代谢不是特别舒适的环境,还是不要蒙头啦。 3.睡觉前喝茶 茶叶中含有咖啡碱等物质,这些物质会刺激中枢神经,使人兴奋。 若睡前喝茶,特别是浓茶,中枢神经会更加兴奋,使人不易入睡。 4.睡觉前吃得特别多 睡前吃得过饱,胃肠要加紧消化,装满食物的胃会不断刺激大脑,大脑有兴奋点,人便不会安然入睡。 正如中医所说,胃不合则卧不安。 5.正对着风睡 睡眠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亦受粮生病。 古人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树变,善调射者,虽肾鼠不当风急身握露下,所以,睡觉的地方应避开风口,床离窗、门有一定距离为宜。为了减少生病,还是要多多注意些吧。 6.用嘴呼吸 闭口夜卧是保养元气的最好办法,而张口呼吸不但会吸睛灰尘,而且及时气管、肺及内部, 受到冷空气的刺激。 最好用鼻子呼吸,鼻毛能阻挡部分灰尘,鼻腔能对吸入的冷空气进行加热,有益健康。 7.睡觉前还做剧烈运动 睡前剧烈活动会使大脑控制肌肉活动的神经细胞呈现极强烈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在短时间里不会平静下来,人便不能很快入睡。 所以,睡前应当尽量保持身体平静,但也不妨做些轻微活动如散步等。 8.睡觉的枕头太高 从生理角度上讲,枕头以8到12厘米为宜,太低容易造成落枕,或因流入头脑的血液过多,造成次日头脑发胀,眼皮浮肿。 9.过高会影响呼吸道畅通,一打呼噜,而且长期高枕,亦导致颈部不舍或驼背。 9.坐在沙发上睡 有些人吃饱饭往沙发一坐,打开电视吸壶茶,够舒服的,可能工作太累了,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这就是第二大隐患出现了。 因为坐着睡会使心率减慢,血管扩张,溜到各脏器的血液也就少了,再加上胃部消化需要血液供应,从而加重了脑缺氧,导致头晕耳鸣的出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感谢观看